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 这是人类的一大步 距离阿波罗11号成功登陆月球已经快50年了 近日,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 在众筹网Kickstarter上募集50万美元 用以修护登月第一人尼尔·阿姆斯特朗的宇航服 该宇航服一直在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中展出 2006年后被收存于温控储藏室中 修护专家丽莎阳指出 当初制作宇航服只为短期使用 材料复杂,层数多 随着时间和展出环境影响,需要一定修护 但宇航服上的月球尘埃等历史印记不会被清洗掉 我们会尽可能保存历史 同时做一些轻微的清洗和修护 我们要修护它,数字化扫描记录它 然后建造一个最尖端的温控展柜 以便它可以在展出时也被完好保存 众筹页面建立刚到第三天就已募到40多万美元 看来达到50万美元目标似乎不成问题 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负责人介绍说 这次史密森尼学会首次尝试众筹 相对于政府拨款和企业捐助 众筹项目给民众更多机会直接参与其中 将来还会有更多众筹项目问世 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 修复后的宇航服将在登月50周年之际 重新展出成为永久展区奔向月球的重要组成部分 VOA卫视西西陈兴华盛顿采访报道